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大家看完杜瑜者之後 肯定很多東西吐了 高等仔看完之後 都有點不舒服 所以今天的影片比較武衷 看完杜瑜者真的不得知了 完全感受我一種姜濤的無奈 一個這麼好戲的人 對著兩個這麼屎氣的人 你想想那種痛苦 高等仔是完全感受得到 這樣我今天最主要是讚姜濤的表演 以及吐租 這一套渡月者究竟 我真的勸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姜濤的 不要避免一些很痛苦的回憶 好嗎?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以及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 怎樣都可以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即是直入主題先 老實說 高等仔答應了大家 怎麼都會看渡月者一次 但我 不想想看完一次之後 對於內心的創傷是這麼大 老實說 這個創傷 就不是來自於姜濤 是來自於雞士騰 大佬 這段影片是賀歲片 裏面一些賀歲片的元素都沒有 真是嚇到你 不過這個我們再之後才怎麼說呢 因為裏面都會有少少 我盡量不劇透 少少的劇透 但我只是想說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即是說 這段影片 作為一個姜濤 進去看 只看姜濤的部分就好 老實說 如果看回整部電影 真的 五個主角 姜濤 張繼聰 白子 雞士騰 五個 嘩 雞士騰 那些戲 真是 太差 你說 張繼聰和白子 都是OK 但你說 當中演得最好的 肯定是姜濤 他真是演繹到一個 反派 令到你們覺得是值回飄價 反派 反派 雖然裏面描述 但盡量不劇透 雖然裏面描述到姜濤 雖然裏面描述的角色 就是一個 叫做 犯罪的頭目 但 其實 說就說很冷 其實他又不是演繹到那種 有他的原則 有他做這個犯罪頭子的一個角色 而且在於姜濤來說 是很有新意 為什麼呢 因為在於我們姜濤來說 一直認識姜濤 就算是剛剛有了帝國也好 我的天堂城市也好 他也是演繹出一個 類似 叫做 市民的角色 是一個生活的角色 他是演繹到某程度上 演繹到自己的生活 但是 如果在杜濤者來說 他就不是了 在杜濤者來說 他就是演繹一個非生活的角色 什麼叫做非生活的角色呢 就是 他就是演繹一個賊 是異理石角色 姜濤不是一個賊 就算是在 阿媽咬了第二個 他也是演繹自己作為明星 我的天堂城市 他也是演繹為自己的一個藝術者 其實也是比較貼近他的生活 但是 這個杜濤者 他就是 說著 他是演繹一個賊 演繹一個頭目 所以呢 他作為姜濤 就 極大的新鮮感 你明白嗎 極大的新鮮感 就是說 喂 我們平時看姜濤 是看偶像 型仔 這次他這個頭目 是 相當型仔 老實說 好看的 這樣 姜濤的角色 雖然是奸得來 但他真的很帥氣 很帥氣和很Man 完全是被他迷惑 你看一部電影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你是會幫助主角 幫助主角 而對那些反派是處於一個對抗 和不會幫助反派 永遠那些電影都是這樣的 但是盜月者不同 盜月者反而是幫來宿 很可愛 我這個情緒反應 而這個情緒反應 不是因為你是姜濤 我也仔細想想 會不會是高登仔是姜濤呢 因為高登仔是姜濤 所以下意識就幫姜濤這個角色 但是我再想想 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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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 他就演不到姜濤那種奸奸的頭目角色 和帥氣 你看到他只是微微 老實說 很坦白 如果整部電影來講 張繼聰和八子是交足貨的 我覺得 但是你說兩位主角 其實張繼聰和八子 老實說都是配角 那個主角 肯定是你看這部電影裡的包裝 肯定是雞士騰 但是老實說 他們能夠擔心這部電影才行 坦白說 你說萊叔出現的時間 肯定是沒有兩位主角那麼多 但是 說真的 他出場的時間少 但是他真的令整部電影的高潮位 在姜濤身上 先問一下 全套戲 他是最厲害的了 最厲害的是萊叔 而且我都覺得 導演都 導演 其實他都心知 都不妙的 找了姜濤做配角 找了雞士騰做主角 所以其實整部電影 他... 他... 是很多close up 姜濤 很多close up 帶頭的樣子 你說... 雖然呢 有五個... 就是... 叫做五個角色 但是... 雖然姜濤是下傳 就是那個... 我... 很公平的 我看完這部電影是很公平的 就是有那樣說那樣 你說... 在對白來講 即是對白的演繹來講 我覺得呢 他整部電影是... 比了Edan 比了Edan 他講得是最多對白的 其次就是... 到姜濤了 我覺得... 即是在對白的演繹之中呢 你聽到整部電影的重心 就一定是偏向於Edan 但是呢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呢 姜濤是僅次於Edan的對白演繹的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就是到八字啦 然後張繼聰啦 反而Anson Lo我覺得是少 即是因為可能他... 他... 他棄屎 即是你... 這個人呢 他... 背不起... 背不起那麼多對白的 你明白 即是背不起那麼多對白 即是你想想他講對白 又不清 又好像沒有神話 沒有氣 我也不知道想怎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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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還有另一件事呢 姜濤的角色是很有趣的 因為呢 他說就說來叔 但是其實這個是繼承名來的嘛 來叔呢 其實在戲中 來叔這個名字呢 其實是姜濤的爸爸的名字 來叔的兒子 即是姜濤 根本就是一個... 演繹到一個年少氣性的世侄 他呢 他是演繹一個... 好像... 入世未深的... 反罪頭目 但是呢 他就要強行承繼這個位 以及要擔當做在大人的角色 那麼呢 後來呢 即是... 他又好像... 因為是這樣被人推上位 所以... 他又... 即是變壞了 但是他是型的 所以呢 這個角色是... 有深度的 所以... 即是我覺得... 即是... 講真 這部戲 如果我自己... 作為姜濤來講 進去 喂 看姜濤拍 真是無疑的了 是吧 但是呢 你說看... 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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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住了 即是... 頂不住了 是吧 所以... 這個就是這樣 有關姜濤拍 喂... 下一節呢 唉... 今節說不完 下一節我們真的要套一套租這部戲的十大罪狀了 OK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